欢迎回来社区方面 随着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热潮兴起 一些正规获准合法运营 接待旅游团的华人旅游小巴 近期却频频在各景点 遭遇纽约市电钊出租车管理局的罚单和脱掉 不仅让旅客被困 还让具备联邦 州市各项要求的业者不知所措 专门接待中国旅游团的张姓导游兼司机 6号在法拉盛社区互动队讲述遭遇 他表示他经营使用的全新新型奔驰高顶旅游车 具备联邦运输署规定的营运证号码 纽约州市运输部门的各种登记证件 以及所需的司机驾照 所有政府要求业者的安全技术行业证兆 全部齐全 因为从营运一开始 他就严格按照政府各项规定运作 就是希望能创出安全高质量的口碑 按照联邦州市的法律 旅游接待小阿 并不需要申请出租车和电钊车招牌 但是近来就是在纽约市各景点 遭遇市电钊出租车管理局执法人员的 频频脱掉和罚单 月前张先生出庭为自己的车被无理脱走辩护 获得法官支持并裁定合法 可是没几天他又遭遇罚单 深感执法当局有歧视的嫌疑 与张先生同样遭遇的业者 准备在近期通过民选官员或法律途径 寻求申诉和维护合法经营的权利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一年一度的布鲁克林餐馆州 将自本月11日起到21日举行 这是布鲁克林每年的美食盛会之一 为推广当地的美食及促进经济发展 布鲁克林区长马可维兹 5日在区长办公大楼举行品尝会 为即将到来的餐馆州热身 来自布鲁克林24家餐馆 踊跃参与并展示拿手菜 吸引众多媒体到场十分热闹 布鲁克林区长马可维兹 5日在区长办公室大楼 举行了美食品尝会 为布鲁克林餐馆州热身 来自布鲁克林地区24家餐馆 5日纷纷展现拿手好菜 让出席的代表品尝 包括意大利、萨尔瓦多 美国传统及现代潮流等 不同派系餐点纷纷出炉 相味肆意 让与会人士都看得目不转睛 实质大动 区长马可维兹表示 布鲁克林居民来自世界各地 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 也表现在餐饮业 展现不同族裔文化的美食特色 自举办餐馆州以来 已经成为布鲁克林的特色之一 吸引来自全球及纽约市的观光客 到布鲁克林用餐 振兴经济 虽然区长的任期即将届满 但马可维兹表示 将会继续推动餐馆州活动 成为每年布鲁克林的美食盛会 据介绍 今年的餐馆州 自3月11号起到3月21号 为期10天 在餐馆州期间 午餐的套餐统一价格为20块1毛3 晚餐为28元 但不包括小费及饮料 这项活动 今年已经进入第10届 主播单位表示 今年有200家餐馆加入活动 每年都吸引了全纽约市的食客 以优惠价格长篇美食 并建议民众及早定位 详细其心 民众可以上网 三个W点 V-I-S-I-T-B-R-O-O-K-L-Y-N 点O-R-G 查询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田 纽约采访报导 香港旅游发展局 纽约办事处6日举行 新春庆祝会 香港旅游发展局 美国总干事霍伟彪 总结过去一年 香港旅游业的成绩 以及新一年的展望 宣布香港启德码头 即将于今年6月 正式投入使用 帮助香港 重塑亚洲游轮的地位 渴望为香港 带来更多的观光客 香港旅游发展局 6号在华部 举行了新春庆祝会 来自纽约地区 华文媒体代表 近30人与会 旅发局美国总干事 霍伟彪 在庆祝会上表示 2012年 防港入境旅客 创新高 增长了16% 但2013年 位于香港 启德机场跑道的 游轮码头 也即将在今年6月 局部完工启用 届时 启德游轮码头 将成为香港 最重要的地标之一 也将成为 世界最大的游轮码头 渴望为香港 带来更多的旅客 2013年 是开启的新的旅游轮道 在凯特 建设计 世界上的 建设计 华伟彪 欢迎更多的 美国游客 前往香港 体验当地 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 特色美食 和领略 取世文明的 购物之都风采 初期记者会 还包括香港旅发局 美东市场策划经理 何志芬 香港旅发局 公共关系经理 唐恩尼等人 并向纽约桥界 致以新春的祝福 华语电视记者 杨展田 纽约 曾访报导 华部五分局 警民会议 6日在中华公所举行 五分局局长杜宁 和纽约捷运 二分局局长罗沙 向记者们讲述了 近期发生的案件情况 与去年同期相比 犯罪率有所下降 华部中华公所 6日举行 每月例行的 警民会议 中华公所主席吴国基 感谢警方 在农历新年期间 对社区治安维护 做出的努力 让大家过了一个 平安的农历新年 五分局局长杜宁 首先向在座的代表 质疑新年的问候 并指出 在农历春节期间 并没有重大案件的发生 特别是华部春节游行活动 以顺利地举行 过去一个月的犯罪率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20.2% 捷运二分局局长罗沙称 近期在捷运站内 常有犯罪人员 假冒地铁工作人员 故意将购票机破坏 并向民众兜售假冒地铁卡 罗沙警告民众 不要上当受骗 同时 康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社区代表 施塔诺也表示 近期常常有不明人员 假冒该公司员工上门服务 盗窃民众屋内贵重物品 他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 施塔诺指出 通常公司工作人员 会携带工作证件和身份证件 如果遇见这样的情况 民众一定要核实对方身份 才可让其入内 最后五分局局长杜宁警告民众 除非自己认识对方 否则切勿乱开家门 使陌生人入内 也不要将自己的任何私人资料 给予不熟悉的人 出外要格外注意自己身边的环境 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结伴同行 现金 信用卡等贵重物品 应该分开放置 切勿携带大量现金 小心扒手 如果有任何情况 应该及时与警察联系报案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田莫威 纽约采访报道